启示六七章一至三节 启示六早已预言 末世的时候 地上会出现四封 成为世人的审判 从上述经文可见 神一直禁止四封吹在地上 海上和树上造成毁灭 除非有神认可的人物出现 以及神的印记印在博人的额上 启示六四封吸塑的灾难才可以出现 在地和海和树木造成灾难性破坏 只是上年2017年9月 由博木斯生日 有神超然印证之后 世界各地 特别是美国相计形成破纪录四封 接连重创加勒比海 波多黎各 墨西哥和美国最繁华富庶的城市 造成广泛的毁灭性破坏 所有地土、建设、房屋和树木 可谓无一幸免 风暴所到之处千仓百孔 几乎而为平地 显然 启示六七章一至三节的预言 已经已应验了 造成多处近乎灭岛和灭城的灾难 然而 自古以来 圣经记载的四封 不是单是指四股风暴 更是按当时以色列的地形和气候 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吹来四种不同性质 包括急冻、多雨、干寒和剧烈的风 因为以色列的地形和气候 北面是长年积雪的黑门山 吹北风就会带来急冻气候 西面接连地中海 加上受中位西风大影响 吹西风就会带来湿润多雨天气 越远离西岸雨量就越少 南部是内盖枯沙漠地区 旁边就是撒哈拉以及阿拉伯沙漠 吹南风自然会伴随干寒以及炎热天气 越近南部降雨量越低 熟长期干寒 最后东边接让敘利亚和约旦平原 因此吹东风会比较剧烈 制造的破坏亦分外严重 甚至偶尔会形成龙卷风等自然灾害 因此圣经记载的四风 实质是按照当时以色列的地形和气候 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带来四种急冻、多雨、干寒和剧烈的裂风 为全地生态带来各种极大破坏 事实上上年2017年9月入华穆斯生日之后 我们已经见证这四种达启示录四风级数的暴风 例如上年12月至今年3月 美国接连遭受炸弹气船袭击 多处气温骤降 录得破纪录低温 全城被冰封 另一方面 今年2月23日 美国中西部受强烈风暴吹袭 多处狂风暴雨以及落泊 俄亥俄河水伟达21年来历史最高值 多处严重水染 此外 上年2017年10月初 美国加州出现极端干旱的焚风 触发历史上最严重干旱和山火 仅仅一日之间 山火随处焚风迅速蔓延了20倍 最后就是上年日和穆斯山日的同时 加勒比海 波多黎各相计形成 启示六四峰级素的巨峰 造成近乎灭到的重创 树木、地土都被移为平地 实在 随着神对我们身父石安教会的超然印证 和认可之后 圣经记载的四峰 即是四六破坏级素的急洞、多雨、干旱 和剧烈的裂峰 已经应验发生了